房地產的話就是 因為現在政府在打房 我反而覺得 我反而覺得現在 賣方的姿態沒有那麼高 然後如果你真的是有自助需求 或者是有一些高資產租 他們還是覺得股票基金不熟 他們想要收租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反而是溢價的好時間 那剛剛私底下錄影之前 李毅才跟我講說 他跟他媽的愛恨情仇 就是媽媽會覺得 房子不要買那麼多 因為李毅圈工作比較不穩定 那我就跟李毅說 那你要回去教育你媽媽 他可能怕說 腳步出來被髮拍去 所以你除了股票之外 那房地產也是無往不利嗎 我自己現在目前大概是 目前是兩間房子 那我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呢 我是因為我們家是透田 可是我爸媽年紀都大了 我家兩隻狗年紀也大了 我就想要換房 所以那時候 因為是換房的需求 然後我才開始就是 注意到買房子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看的就是 我家附近的房子 在內裡火車站後面的主幹道 然後那時候我買的時候 它是新陳物已經蓋好了 然後700萬兩房 幾年前啊 那什麼時候買的 四年前吧 四年前 然後700萬兩房 然後10坪大概快20坪 19點多 對 然後有車位和機車位 前後陽台 聽起來滿棒的耶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我買的時候呢 是因為我想說 欸 這個是我可以負擔的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買 然後我買了之後呢 我爸媽要進去的時候 我才發現想說 欸 這個房子 對我們家來說 其實有點小 所以就突出出去 突出了之後我才發現說 欸 那這樣子我每個月要付的貸款 其實可能只要付個幾千塊而已 就是它其實快接近可以打平的狀態 我還想說 欸 那這樣子我等於我買房子 我付了頭期 我不用付到貸款耶 因為你房子租居有別人幫你付 對 然後我就有點藏到甜頭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覺得說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意思是說 你還要再買第三間嗎 還是你有第三間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第三間 在思考當中 在思考當中嗎 然後那時候買第二間的時候 是因為我說前一個房子比較小嘛 對 然後這也是在我家附近 然後我就是想說 好 這個是大坪數 它45坪 然後買了大坪數 然後它大概不到一千兩百萬 對 多少 45坪 不到一千兩百萬 喔 還有車位喔 還有車位 也是在內利這邊嗎 也是在內利那邊 對 然後一坪大概是24 25左右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買 然後因為它是預售屋的關係 它 呃 是我去年大概4月左右買的 然後買了之後呢 但是因為我沒有那麼多現金 它是今年要交屋 可是還沒有交 所以等於我要在這一年裡面 把我的頭期款拿出來 但那時候因為我現金不多 所以我就把我全部的股票就截掉 然後拿去繳這個頭期款 嗯 對 然後這就是我第二間房子 哇